现在我们感觉很多职业 原来我们觉得可能就是两性之间 不能跨越 对的对的 但是事实证明连续两周 已经两位男美甲师了 下一步我们很期待男搓澡师 男搓澡师一直存在 对在隔壁 老王你这穷的都没有钱搓澡吗 是通常泡完就出不去 来看第二段片接着了解 生活中我特别爱做家务 我还特别乐意做好吃的 我从来都不会大声说话 我喊我姐回家吃饭都特别温柔 回家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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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近还打电话 一号那个太特了 带一个粉色马耳环 我就输骂了 那不懂得把我挂耳朵上了 回家找一个好媳妇 因为娶个好媳妇 生个黄金银 因为一个好媳妇 能给家带来很多的幸福 找一个不好的媳妇 这个后一代都跟着走样 我就希望我家能娶一个贤惠的妻子 妈妈说得对啊 好媳妇 望三代 是啊 其实好多我们年轻的姑娘 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 就女人在一个家庭当中的这个重要性 婆婆家和自己妈家 几个家族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融合 其实都靠女人的 包括子女的教育 都是的 六号李大牙 小伙子你说你不大声说话 那你能接受别人大声说话吗 可以 那现在你还得打电话 那多浪费钱呢 就一嗓我就过来了呗 你这浪费钱干啥呀 就这种嗓门挺大的 一生气了就嗓门挺大的 你能不能受得了 能不能受得了 感觉还行不穿大 不行 像我说了 她们和女人的手型 女人接触男人就不行 你是牙盒护着 你那双手 不知道碰过多少男人的嘴 大牙是牙科护士啊 小伙子你千万别误会 牙科护士 那你就碰嘴 你介意吗 牙科护士正常 理解 十四号丽华觉得 小伙子咋样 丽华 我心眼特小 她平常要是天天 出去摸女孩手 我肯定受不了 你就男孩再砸老实 嫁不住小姑娘勾的呀 坐坐着俩手握起 握得一起了是吗 在一起摸摸的 那小手溜滑的 厂上灯都灭了 是因为这个工作的事 有人不介意吗 不介意这个工作 有没有 二哈范老师 我能接受 我不在乎她的职业 但是我灭灯的原因 就是你太 太那个 就是那个感 给我的感觉 就是像小猫似的 你太听话了 你要逆反我一下 要不我生活都没有斗志 小伙子 你能有这个反抗的能力吗 没有 不是 就有的姑娘太厉害了 你是得反抗的 不反抗我跟你说 就得欺负你 怼着你 我反抗不说话什么 不说话不更怼过你吗 那你干啥不说话呀 那你洗的啥呢 主要是我不会生气 就是 你就这样的话 就是你太 太温顺了 你就像小猫 现在反过来了 女孩都开始 那个比较 比较暴躁了 你看男孩 反倒温顺了 都好听 用这个词来形容了 都走到这个程度了 王哥给你个建议吧 接下来啊 你就在自己的 那个工作岗位旁边 跟长春市的出租车学习 立个小牌 加收一元恋爱损失补助费 每一个活加一块钱 另一边再立个牌 自己的二维码 本人单身 是吧 争女友一枚 要求 要求 王哥再给个建议 就按照你爸你妈的要求来 父母题的针对 都在理上 对 谢谢 找个好姑娘是吧 来 缘分天使送给你 加油 加油 加油